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以为是楼下房间装修在拆墙 把墙给推倒的声音 后来没再继续多想 直到走到先生和儿子卧室 才看到原来是他们房间两块厚重的置物架砸下来了 上面的东西包括一些玻璃制品碎了一地 回忆当时听到响声的时间 正好是先生下楼取电动车准备送儿子上学 儿子刚走出客厅 坐在沙发上换衣服那一段时间段 如果再早一点砸下来 很容易砸到家人身上 看着一地碎玻璃和厚重的置物架 想想都有后怕 不由想起师父的开示 在现在的五浊恶世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我们很难避开很多的灾难 希望大家每一天要念观世音菩萨 常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心中 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 有求必应 摘字破除我值贪嗔痴 学佛开悟不于吃 卢台长2018年5月21日 新加坡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摘要下 我们能够学习心灵法门 遇到师父是多么幸运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让我们能够学习这么殊胜的心灵法门 不但自己受益 还能避孕家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去年年底 我因为过一个节用掉了功德 早晨醒来脑袋蒙得像蒙上一层灰 我想自己可能功德不够了 心里生起一个意念 要不就法不师佛言佛语吧 每天发三条 发到年底最后一天 就这一个念头刚升起 我的脑子立刻清醒了 就像一个很肮脏的杯子 被洗干净的那种透亮的感觉 其实当时已经是年底了 我就算每天发 也只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就这么微小的一个愿力 竟然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效果 可见转发佛言佛语法不师 功德无量啊 不过有一点 我发出去的法不师 都是自己从博客等官方渠道 复制粘贴 认真转发 不会出现那种 自己看都不看 转发的内容 都不是师父开示的情况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传播正能量 让师父这么好的佛言佛语 能够利益更多有缘众生 抚师父开示 台长曾经看见一个人 发了一句台长的佛言佛语 发了台长的一句话 我看到 画 一条像金条一样的闪光就过去了 我亲眼看见的 你想想看 你这多少金条发出去 也就是说 你有多少的财富 你有多少的功德 可以做啊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感谢 纪念农历九月十九 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师父开示极景 学习观世音菩萨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大慈悲精神 二 修好自己 为救度众生 选自 不争人间天下事 试看谁能天上行 下 继2014年2月28日 马来西亚佛友见面会 卢君洪台长开示 你救救我吧 我一定不想再来轮回 你让我解脱人间之苦 我一定按随母亲在天上弘扬佛法 很多人说在天上还要弘扬佛法 你们想想看 天上西方极乐世界 每天有大菩萨来讲法 每天有大菩萨来弘扬佛法 让我们更多的佛 更多的菩萨 能够心中更多的明白 让他们从下等下平 一直到下等中平 下等上平 中等中平 中等中平 再到中等上平 不停地修自己 不停地到人间来救人 就是靠着我们前世所修 就是靠着我们已经在天上 得到的这种佛的智慧 所以想让自己学佛的境界更高 我们就必须要到人间来救人 竟然到人间来了 我们何不先修自己 让自己修好了 我们能够救助更多的众生 让自己的境界提高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要学佛菩萨的沉默 训练自己的定力 能使你在学佛当中 处于乱中不动 顺逆境不易 但是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